大家比较熟悉的 最主要做常用的 就一个是大黄 那么第二个呢 经常泡茶喝的番茄液 那我们中医当中呢 也有像盲霄啊 这一类的 那么还有其他 像我们临床比较常用的 像玉璃人啊 火麻人啊 有的时候甚至是陶人 杏人 大家看一看 看到后边这几个 都是带有人的 就说总人 为什么总人这些药 是可以通便的 因为它油脂寒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在临床上面 会采用这种人类的药 像火麻人、玉璃人 那么这一类的药 它的卸下的功能 是比较缓和的 所以我们一般 比较用的比较多 我们下期见 看下来会认识了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 看下来会认识了